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也姓苗 故事里就叫她小苗吧 小苗因为长得帅 曾经真的陪女客户睡过觉 这事儿被我知道之后 马上开除了她 让小苗陪睡觉的女客户我也认识 她姓张 三十六七岁 是个离异少妇 先说我跟她认识的过程 这位张姐在找我接过十几个单子之后 她开始主动向我提出了请求 给我两千块钱 让我跟她发生关系 张姐离婚后没有正式的工作 于是跟随潮流 在网上开了直播 反正她离婚时分了两套房子和一大笔存款 生活无忧 开直播也不图走红挣钱 就是为了消磨时间 图个乐呵 她是通过朋友圈认识的我 知道我是干跑腿的之后 接连在我这下过好几次单子 头一回是让我帮她去海底捞排队 再后来是帮她带她养的猫去做绝育手术 一来二去就跟我熟了起来 有一回她在我这下单 让我开她的车去4S店做保养 从4S店出来 我看她的车实在太脏了 于是就开到我一个开洗车房的客户那里 给她洗洗车 这也算是我积累客户的一个小窍门 时不时给客户提供一些增值服务 不给他们要钱 说白了就是提升客户的好感度和满意度 从而最终达到增加客户粘性的目的 结果洗车的时候可给我尴尬坏了 我坐在洗车房门口抽烟 洗车房老板走了出来 一脸坏笑地看着我 问我开的是谁的车 车上的宝贝不少吗 我说我能开谁的车 当然是客户的车了 然后问她什么意思 她笑嘻嘻地带我走进洗车房 拉开车门给我看她在车里发现的东西 我一看就傻眼了 又是跳带又是女性仿真自卫器的 足足好几样 还有两条女性肋裤 当部位置脏兮兮的 皱皱巴巴的两团 散发着令人不愉快的气味 都是洗车行老板在车座下面发现的 她笑着跟我说 这车主可够骚的 该不会是一边开车 一边用这些玩意儿吧 我垂了她一拳 说好好洗你的车得了 瞎操人家什么心 在哪发现的还给人放回哪去 说归说这些东西终究是吓到我了 以至于我开车回去的路上 心里总是不得劲 想着我是不是该提醒下 章节以后这种东西 别乱往车里扔 被人看到不好 可是转念一想 我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人家又没让我帮忙洗车 我不洗车就发现不了这些东西 要是给人家说了 这不等于告诉人家 我发现你的秘密了吗 瞎琢磨半天 车子开回了张姐的小区 我把车在车位上停好 坐那儿又犹豫半天 最终决定还是不告诉她了 就当那些东西我从来没见过 这事直接烂肚里就好 上楼还张姐车钥匙 跟保养车的发票 她正在直播 捂着麦克风 给我做了个微信转账的手势 然后就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下楼换上我的小电膜 回到了公司 继续等待下一单的到来 一忙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等我想起张姐 一直还没给我转账的事时 已经是晚上快十一点多了 因为跟她已经比较熟了 所以这趟替她保养车的单子 除了我的跑腿费 保养车的钱 她是让我先帮她垫付 然后拿发票回去找她报销 我想了想拿出了手机 准备给她发个微信催一催 结果手机刚拿到手里 微信就响了 一看正是张姐给我转账的消息提醒 我麻溜尔打开微信 顺手就点了领取 结果前一道账 我发现不对 我帮她保养车 一共的花费是一千一百多 结果她给我转了一千五 多给了三百多块钱 我马上把多余的钱给她转了回去 然后给她发微信告诉她多转钱了 结果张姐马上发过一个无脸的表情 说没多赚 那是给我的小费 我说小费未免也太多了 都是老客户了 没必要 张姐又给我发了一个害羞的表情 然后意味深长地说 谢谢我替她洗车 希望我不要多想 我顿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了 只好打个哈哈说别客气 然后结束了对话 从那以后 张姐找我跑腿的事更多了 而且让我感到非常难为情的是 好几次她都让我去成人用品店里 给她买情趣用品 而当我买了给她送过去之后 她开门时都穿得特别清凉暴露 很明显有暗示的意味 我当然只能装傻 给了东西就走 头也不敢回 终于又一次 她让我给她买情趣用品送过去之后 我要走时她叫住了我 让我进屋坐坐 说有事让我帮忙 隔着半米多远 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浓重的酒味 知道她肯定没少喝 而且看到她迷离潮湿的眼神 我已经隐约猜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 于是借口说还有活 实在没时间 可是她直接递给我一个信封 说这是两千块钱 买我一个小时行不行 我一看她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知道不把话说清楚了 我肯定走不了 于是跟她说钱我不着急要 得看看你让我帮你啥忙 能帮的我会帮 不能帮的您给再多钱 我也不能干 张姐一把拉住我的手臂把我拉进了屋里 然后飞快地关上了房门 接着背靠房门 当着我的面开始脱衣服 我赶紧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腕 结果她就是一道滚进了我的怀里 然后一双手竟然开始不老实地去截我的裤腰带 说实在的 我毕竟是个正常男人 说不动心那肯定是假的 但我深知规矩不能坏 于是费尽力气推开了她 把她摔进了沙发里 拉开房门 狼狈地逃了出去 回公司的路上 我有些心不在焉 结果没有看到红灯 跟一辆汽车撞到了一起 我直接被撞地飞了出去 落地的瞬间我就知道坏了 这回肯定的骨折 果不其然 我的肋骨被撞断两根 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能卧床休息 结果张姐的单子又来了 她这次的要求是让我去家里给她抓老鼠 别说我不敢去 就是敢去身体情况也不允许 于是我跟她解释自己受伤了 实在去不了 怕她不信还给她拍了张卧床的照片 张姐迅速微信给我转了两千块钱 说她心里清楚这都怪她 这点钱让我买点营养品吃 然后主动跟我说都是她不好 是她喝多了之后没控制住自己 让我别往心里去 最后她说家里真的有老鼠 希望我能派个别的人去帮帮她 当时公司里正好就小苗在 于是我就把这单子转给了她 让她去一趟 但其实我是很不放心的 因为小苗不但年轻健壮 而且长得也很帅 我很担心张姐会对她产生什么想法 毕竟三十多岁的离异女人 在那方面的需求可能确实比较旺盛 否则她也不会隔三差五 让我给她买那些情趣用品了 于是我把小苗叫到身边 把张姐的情况简单跟她说了一遍 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小苗曾经因为打架斗殴时 故意伤人被判过三年刑 结果在耗子里的时候 眼看就要减刑了 脑子一热揍了一个新进去的强奸犯 结果减刑被取消 结结实实坐满了三年 出狱后她到处找工作 但都没人愿意要她 后来通过朋友过来投奔我 我不但收留了她 还给她很多挣钱的大活 所以对我格外感激 像个弟弟一样听话 听了我的话 她先是笑了一阵 然后说哥呀 你可能不知道 这大姐没准是个性隐患者 我那会儿完全没听过这个名词 问她啥意思 小苗简单跟我解释了下 说这词也是她在耗子里的时候 听别人说的 就是对那个事特别有引的人 男女都有 而且不仅仅是心理上的 许多人可能是在生理上 都跟正常人不一样 算是一种心理疾病 被她揍过的那个强奸犯 就是个性隐患者 听了她的讲解 我瞬间觉得张姐 还真有可能有这个毛病 否则正常人 怎么可能在开车的时候 都用那些玩意儿呢 我的心里突然多了一种 对张姐的可怜 真是大千世界 啥人都有 于是我拍拍小苗的肩膀 跟她说 既然你这么清楚 那你去吧 记得千万别坏规矩 小苗答应一声 说句放心吧哥 然后就齐电魔出门了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怕什么来什么 小苗不但真的跟张姐 发生了关系 还触犯了法律 我是无意中发现 小苗不对劲的 我的公司每个月 都有一次大的聚餐 因为平时大家都很辛苦 聚餐的时候 我会找个好点的饭店 请大家好好吃一顿 然后带着大伙 去找个洗浴中心 洗澡足疗 好好放松一下 那天吃完饭 我们打了几辆车去洗澡 我和小苗坐在后排 我突然闻到 她身上有一种熟悉的香水味 虽然很淡很淡 但是我一下就想起这香水味 我曾经在张姐的身上闻到过 多年的江湖生涯 让我练就了许多常人不具备的技能 尤其是对细节的观察 所以当时我就猜到 这小子肯定是跟张姐有过亲密接触了 但我没有证据 所以没有吭声 但是我留了个心眼 结果在洗澡的时候 我发现小苗的后背上 果然有许多浅浅的伤痕 那应该是被女人的指甲挠的 等洗完澡后 我留下了小苗 带她回到公司 然后很严肃地问她 是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 小苗一开始不承认 当我说出我的观察 她知道骗不过我 只好跟我说了实情 原来她那次去给张姐抓老鼠 抓了半天老鼠没抓到 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于是主动跟张姐说 下回她免费再来帮她抓 第二次她去的时候 终于成功带到了老鼠 张姐很高兴 拿了一瓶饮料给她喝 她推辞再三没熬过张姐 于是就喝了 谁知道那饮料还没喝完 她就受不了了 浴火焚身 没忍住跟张姐滚了床单 按小苗的说法 张姐给的那瓶饮料是加了料的 目的就是为了拿下它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年轻力壮的小苗 成了性隐患者张姐的情人和救星 张姐甚至给了她一把家门钥匙 只要一没事就让她过去 也是何该有事 有一天张姐接到前夫的电话 前夫说自己要出差 需要把女儿送到她那住几天 于是张姐就把女儿接了过来 张姐的女儿虽然还是个孩子 但是有点神经衰弱 晚上睡不着觉 得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张姐安顿好女儿 伺候她吃了安眠药 然后接到了小苗的电话 说向她了想过来找她 张姐本就对那事有瘾 就是小苗不找她 她也想找小苗了 不过女儿在家不方便 于是她在电话里 跟小苗小声说去酒店开房吧 然后就挂了电话出门了 可是小苗那天喝多了 迷迷糊糊的 根本就没听清张姐说什么 挂了电话 也没有看到张姐 给自己发来的微信定位 直接就去了张姐家 她拿着张姐给的钥匙 直接打开房门 静止走进张姐卧室 灯都没有开 直接就脱衣服上了床 等她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晚了 小苗顿时 吓出一身冷汗 酒也醒了不少 她看着熟睡的张姐女儿 狠狠扇了自己几巴掌 清醒过来之后 看着手机上 那么多的未接来电 她毫不犹豫地清理了现场 装作从没去过的样子离开了 一夜没睡的小苗 故意选择在第二天凌晨 给张姐回了微信 说自己头天晚上喝太多了 跟她打完电话就睡着了 没有听到手机的震动 但是消息发出去之后 张姐一直都没有回复 而且从那以后 张姐也再没联系过她 听完小苗的讲述 我马上意识到 张姐肯定是发现什么了 否则她不会不联系小苗的 但她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如果找小苗事的话 就意味着这事一定会被她前夫知道 我狠狠地踹了小苗几脚 然后问她知不知道 张姐女儿多大岁数 如果她不满十四周岁的话 小苗铁定是强奸罪 没跑了 小苗摊在地上捂着脸哭 说她好像听张姐说过一次 她女儿刚上初一 我听完探口气 说啥都别说了 你去自首吧 如果你不去的话 我亲自拿绳子捆你去 这事你必须自首 否则你一辈子都得背着良心债 你别怕 无论你做多少年 等你出来 只要我还在 你还来找哥哥我 咱们还在一块干 最终小苗还是去自首了 因为她心里清楚 自己已经成了自己最看不起的强奸犯 警方介入之后 张姐前夫跟她大闹一场 张姐悔恨无比 选择了自杀 还好 她割腕后被人发现 送医抢救及时 没有继续酿成更大的惨剧 后来张姐再也没有 在我的朋友圈里出现过 听人说她离开了北京 至于她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如今说起她的故事 我只希望她能够好好活着 一切都好吧 因为对许多人来说 活着才是最艰难的事情 这个故事里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张姐 因为判断对错 评价他人 对我而言 是比活着更艰难的事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惜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 我爱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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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